綠遊遊草地上居然有一排又一排的整齊凹洞 畫面拉遠來看就像是一塊巨大的綠色海綿 又像一塊布滿黑點的布料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綿延的綠色地毯明明是高空俯瞰 卻又像是電子顯微鏡拍攝的物體表面 民眾撐著傘在上面構成奇幻美景 這到底是哪裡呢 原來這是嘉義太保的一處秘境 我覺得有點可怕 空中俯瞰紀錄下這洞洞草原奇景 不過為何會有這樣的地貌 其實不算自然現象 原來嘉義太保有許多餘溫 這裡也是一處無國於養殖池 而池底的凹洞就是繁殖其公魚 為了吸引母魚產卵所挖掘出來的 那這一口餘溫正巧 也還沒有進入整池 曬池的階段 所以這些有機質 加上池底的一個潮濕的環境 就長出草來了 奇特的動物習性加上環境配合 還有攝影師慧眼 才讓這處秘境被發掘 不過連日大雨恐怕讓餘溫水面提升 想看到這樣的奇幻美景 恐怕還得碰碰運氣囉 接著周天杰 陳志根 嘉義報導